今天跟大家介紹如何預防腸癌 腸癌在先進國家通常都是癌症裏的第二或第三號殺手 估計一半患上腸癌的人最終都會因為腸癌而死亡 幸好一件事真的可以預防 原理在於腸的細胞從正常狀態 轉化成為腫瘤中間的過程是漫長的 例如10年或者15年 如果在這麼長的過程中 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去做一些檢測 在它未構成很大傷害之前就已經將它發現出來 很具體的例子就是本身是正常的腸 它在演變成癌症的過程中 它在第一步就會變成蜥褥 它裡面的細胞還是正常的 或者就算有不正常也有少少不妥 然後就慢慢變化 積聚了一些基因變異才會變成癌症 到了變癌症細胞的時候 它就會不受控制複製 很快就生成一個腫瘤 還有就全身走的危險性就在那裡了 所以我如果有一些方法 將它在蜥褥的階段已經發現出來 割了它 這樣就可以預防到癌症 而方法方面呢 就是臨臨種種 大家可能聽過都不少了 其實最簡單的大家都一定聽過 就是大便隱血的檢查 很簡單就是我們用一些化學的方法 在大便裡面去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隱藏的血液在 因為我們知道癌症 如果腸癌症的腫瘤 一般都會有滑血流血的現象 很後期它就會割血 你自然看到的 很早期它就有滑血滑血 可能看下去就看不出的 那就是要用這些化學方法去檢查出來 那麼這些方法很簡單 我想很多人都做過 就是說拿一些大便 放進瓶裡 接著去化學所檢查 那麼簡單就簡單 但是有個不好處 它就其實不太準確的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譬如有其他 不是真的癌症的東西 譬如有痔瘡這樣計 那可能就已經驗到陽性了 那就懷疑有癌症 接著就要照腸了 那就是說它那個假陽性的機會 都相當之大 照了腸可能是沒事的 因為只有痔瘡而已 那麼它有另一個好處 就比較容易接受 那麼這個容易接受的意思 都是相對一些另外的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要說的就是搶鏡 搶的內規鏡 如果能夠所有人都做這個搶的內規鏡 譬如說當所有人50歲或45歲都去做搶鏡的話 那就真的可以大大地降低了搶癌引致的死亡個案 那麼問題就是照搶我們叫做入侵性 通常都需要有少少的鎮靜劑去用 才不會覺得那麼不舒服 做之前就要洗腸 洗腸即是說 意思是你之前一兩天就要去拿些射藥 不斷飲 飲完之後就射掉腸 等腸裡面就沒有大便去照的時候 就不會妨礙著看不清楚 那麼通常都要入院做的 那麼起碼都要入半天這樣 那麼當然就比起驗大便引血就要貴很多很多了 通常就要牽涉一個醫生幫你照 更加加一些儀器啊護士啊醫院的費用 那麼做這些檢查呢 永遠都有一個少少的風險 不高的少少的風險可能會弄穿腸 那麼弄穿腸當然可以我大我善 比起你驗大便即是完全沒有風險 就是差了一點 那麼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所有人都照腸了 但是呢就只是驗大便又不太準 所以通常呢就兩樣加在一起呢 去增加它找到腸癌的機會率的 所以呢現在大部分國家的做法呢 就初步呢就是幾多歲都好 有些45歲就叫你做 有些就60歲才叫你做 那麼道道有些不同 那麼通常呢就會定期呢 就可能一年或一兩年呢 就做這個簡單的驗大便有沒有引血 那麼驗大便有隱藏的血液的話呢 那麼就通常呢就叫你去做腸的確定有沒有腫瘤的 這個方法呢就比較上大家都容易接受一些 那麼還有呢相對就沒有忘貴 那麼要定時去做的話呢 這些方法呢就絕對呢就可以降低到大腸癌引起的死亡個案的 是有一點點不方便 不過都建議大家到年多的話呢 這件事呢真的值得去做的 最後呢我都提一提呢 就有些人呢就一定會問就說 最近有什麼新的驗血那些檢查都可以驗到大腸癌喔 FDA都說批准了的 驗一堆的腫瘤的檢查喔 那些都不行啊 我覺得呢就現在這個階段呢就比較難知道呢 這些測試大規模 就是說全部人都一起做的話 是不是真的能夠減低到大腸癌的死亡 因為很多時候呢 他雖然說裡面有這些報告呢 看起來呢就這些新的測試都幾好的 那些敏感度準確度都不錯 那但是都是一個比較細的測試 是不是真的大規模都能夠做到 能夠最終是減低到大腸癌的死亡率呢 都要有待證實喔 所以這個階段呢就暫時就不能夠推薦給大家 不是他不好是證據不足呢 就很難跟大家就推薦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看請你們留言點贊訂閱 訂閱的時候記得按鈴鐺 多謝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